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SHF龙珠系列布尔玛9号机车 这款机车算是之前发布过的短群款布尔玛的超级配件包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款布尔玛 那么机车也就没有驾驶员 虽说是配件包 但毕竟是载具 包装尺寸还是相当不小 内包塑封只有一层 所有内容一览无遗 摩托车想要直立 需要将金属支架外翻竖直 这款机车正是龙珠第一幕中登场的那台 十分简约的线条却又充满科技感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也依旧很经典 不得不说鸟山明大神的载具设计也相当厉害 橡胶材质的前后轮滚动很顺滑 而且摩托的前轮是可以左右转向的 机车全身的亮光白色显得很有档次 透明的前灯还有内部细节 仪表盘和把手也刻画得一丝不苟 圆弧状的挡风玻璃透明度非常高 后轮上的字样代表机车装载9号变换胶囊 金属质感的排气管以及玻璃上的字样都忠实还原 驾驶员和后座的脚踏也都在对的位置 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精美 拿出布尔玛放在边上合影一张 比例也非常搭 值得一提的是布尔玛辅送的手型 拿的正是装着机车的9号胶囊 为了让布尔玛和机车互动还辅送了三个配件 一对握把的替换手型不用多说 重要的是还送有一个骑车专用的裙子 布尔玛的腰部可以向上拔开 替换好裙子后再将上身原样装回即可 换上握把手的手型再调整好骑行姿势 为方便安装机车的挡风玻璃可以向上拔掉 将布尔玛放上去做好 再将手型分别套上握把 再将挡风玻璃装回去就已经齐称完成 从侧面看骑行的姿势有模有样 另外机车还送有一个后座上的小悟空 不过毕竟是配件 只有头部可以全方位转动 想要安装悟空还需要专用的后座垫 先将悟空安插座垫上的插栓 再上提拆掉初始的座垫 将悟空连同座垫一起安装 就能还原出悟空初次乘坐机车 被吓得不轻的一幕 最后摩托还配有一个底座 以及三种造型不同的支架 将竖直的支架方的一头安装底座中心 再将机车的支架后翻收起 再将底座安插在摩托底部 这样安装是直线前进的造型 如果将较短的弯曲支架 安插底座的公字插口 安装好之后是机车倾斜过弯的造型 当然将底座朝向不同方向 倾斜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 最后一种将最长的支架安插底座中心 连接后就能做到机车抬起前轮的造型 旋转底座后也同样可以做到前轮朝地的造型 给布尔玛也换上惊吓的表情 就能还原出飞越斜坡的一幕 最后其实能够和机车互动的角色很多 不追求完美适配的话 其实能够玩出无限种组合